马航的制服又上头条了 最近他们进行制服问卷调查 当中就包括问民众是否要继续保留现有的Kabaya制服 为制服进行改动 比如让空姐戴上头巾 还有是否要把Kabaya换成外套 常护裙子等等 可想而知又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也引来人权律师希地卡欣毫不留情的批评 You hav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 improve your services improve the welfare of your staff in MES rather than be concerned about the dressing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dressing MES OK That is a Malaysian iconic Kabaya 希地卡欣在影片中是直接向马航喊话 说马航要关注的应该是如何提升服务 还有员工福利 而不是空姐的制服 他还意有所指的说 只有某政党会批评空姐的服装 所以马航不应该让政客趁机打着宗教的名义 来获取个人利益 他还抨击马航的问却调查 他就只是在浪费民众的时间 除了希地卡欣 新报集团前总编黄振威同样认为 这个制服改动没有必要 他提到马航无需去应付一些政客的投诉抱怨 因为马航制服被公认为全球最佳的服装之一 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的文化 他还略提到马新航空公司自1968年拆分之后 新加坡航空50多年来都还保留着 可巴亚制服 新航还自豪的将可巴亚视为新加坡女孩的代名词 所以欲擒马航没有必要为了政客低头妥协 说到这里也简单了解一下马航制服的历史背景 这系列融合本地花卉以及东西马图腾的可巴亚设计 是在1986年 由马拉工艺大学的时装设计学生所设计 当时的服装涵盖了各种颜色 直到1993年才改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款以蓝粉色为主的服装 当然过去十几年 我们也都可以定期看到一些领袖 拿着这些服装耍嘴皮 捞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而这次马航问卷调查虽然引来抨击 但也有张开双手表示欢迎的声音 大马伊斯兰宣教基金会亚比 就非常欢迎这项问卷调查 他的总执行长端卡玛鲁 就认为马航可以追随一些外国航空公司的脚步 让女性员工选择在值班时带头巾 同时也能阻止污名化空服业女性的声音 不知道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如果现在你也想去填写马航的问卷调查 发表自己看法的话 很抱歉 这个问卷调查已经结束 点了链接就只会出现这样的通知 下次有机会的话就要早一点填写咯 喜欢这支影片 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也记得留手热点或错 一起关注国内外有趣的网络人们话题